熱烈的掌聲 大家好 我叫楊世雄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分享的就是 我們愛與希望的徒步環島之旅 那我今天時間不多 所以我基本上只是濃縮了一些片段 那我們總共耗時了1720個小時 去為了走這個環島的路 然後走了1480公里 完全全程就是用走的 那也進出了77間以上的派出所 所以基本上現在派出所都認識 然後也帶過65個以上不同的鄉鎮 然後也睡過65個以上不同的地方 這樣子 那我很瘋狂的原因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為了完成小時候的夢想 在座的各位小時候一定都會有夢想 那為了這個夢想而去堅持 而去完成了有多久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我父親帶回來一隻狗 他的名字叫帥哥 但他是一隻日本柴犬 那他帶回來的時候大概我們就是這個樣子 第一對看了三分鐘之後 我就一直感覺說你到底在看什麼 他給我的感覺說你到底在看什麼 這樣子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我常常會把他帶到房間裡面 然後去拔他的毛 因為日本柴犬非常的容易掉毛 所以就是常常在房間裡面玩他的毛啊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我在旁邊畫圖 然後他在旁邊睡覺這樣子 那我們從小 應該說我從小 陶太郎這本書 他對我的影響 對我的影響就滿深刻的 就是我會很希望說 當父母親在吵架的時候 或是當遇到不順利的時候 就會想要帶著 就會想要出去冒險 然後去流浪這樣子 然後可以帶著我最重要的夥伴 然後把帥哥出去冒險 所以這也是我們小時候的約定 可是呢就是有一次意外的發生 就是把他帶出去之後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教育的觀念 飼狗的觀念不是很正確的 比如說我放出去之後 就本來那個當不跑 就一直跑一直跑 然後直到有一天他不回來 那不回來之後 我就拼命的去找他 去尋找說他到底跑到哪邊去了 最後我在草叢裡面發現他 他被就是倒在草叢裡面 是一堆阿公阿嬤 然後在那邊講說 這是誰的狗啊 然後去看 原來就是帥哥 那當我們把他抱到動物醫院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死在我懷疑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醫生判斷是說是內出血 不曉得是被車撞人還是被人腫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影響著我 第一次敢學到所謂的死跌這樣子 那再來接下來 在我人生在長大的過程中 在還有包括說父母親的離開阿 然後朋友之間的欺騙阿 然後工作的不順遂阿 還有感情的背叛 這些事情我都經歷過 那到現在 所以我會一頭白髮這樣 沒有在開玩笑的 我小時候是少年白這樣 OK 那只是說因為這一些事情 都在同一個時間的 在這十年間發生 我會覺得說 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會不斷的思考說 我為什麼活著 那我活著的價值 我活著做什麼 這樣子 那其實再往下去想的話 我可能就得猶豫症 這是當時候 當時候的情形 那結果 那個時候唯一支持我的動力 就是帥哥 就是我不斷把他的一些思考 就是包圍他說對於他的圖像 去轉化成我的活下去的動力這樣 然後我也在網路上面賣一些文創商品 都是跟菜群有關 都是畫的跟菜群有關這樣子 那 知道有一天 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大概是前兩年 前兩年2012年那個時候 我有一天夢中 帥哥他回來找我 他就是 那個場景其實就像我們小時候一樣 就是樣在房間裡面玩 然後一樣拔他的毛 然後拔他弄著 然後我咬得滿嘴毛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早上醒來之後 是哭著醒來 我是哭著醒來 那哭著醒來的時候 在那邊滑手機啊 看那個Facebook的時候 突然間 我看到了這張照片 他是一隻流浪狗 他是從我朋友那邊分享出來 可是我看到他 我就不知道 我就很莫名其妙的 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情感上面的連結這樣子 那 於是呢 我就打電話給我這個朋友 說我要去看他 那當然這個過程中 包括說把他帶回來的 把他帶回來的過程 這一段其實有很長的一個缺人 那我就先挑過這樣子 那這是我把他帶回來養的時候 就是他從剛開始被人家撿到 然後到我這四個月 不斷的去 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飼養 然後到這個程度這樣 那直到有一天 我在朋友的聚會裡面 就像類似這個樣子 不過大家都是坐著來吃飯 然後 大家都在聊彼此的夢想啊 彼此的未來啊 彼此的理想啊 那時候 有人提到說他想要去做 他想要開工作室 那他想騎車環島 那他想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當問到我的時候 我不知道 然後大家就很冷 很冷的帶過 然後 於是這樣子 齁 之後我就一直想說 對 我 既然帥哥把妹妹帶回來的 那是不是代表是說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情 給未完成 還是我們有什麼事情 想要繼續做 OK 所以 我就開始了 我們的環島之旅 那 推車 嘿 就是當初把妹妹帶回來的時候 朋友有借了一台推車回來 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去淡水的四周 然後 也掛了招牌寫灰熊號 然後環島鐘 然後單人帳篷 那我們就決定了 11月28號那一天 就從淡水出發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繼續把一些精彩的地方 先做一個精華 然後我們最後就用愛 踏上興旺的旅程 那我們旅途中最搞笑的事情就是 像例如 這是那個摸主巷 摸主巷他那個過程 他那個巷子其實只有 推車可以過 然後 因為我旁邊還有一個睡袋 所以基本上沒有辦法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弄他 在搞他 要讓他拍 讓他笑的這張照片 其實旁邊 我後面被我悲觀很多人 我就把他抱出來 然後弄一弄 因為他的臉當時是非常的醜 所以我覺得 我就把他抱出來之後 然後安慰他 安慰他 然後人家很開心 很嗨啊 然後在朋友的推車 趕快拍這張 OK 那下面這一張就是 那個我們在豐港 要經那個和平公路的那一段 有一間民宿 我幫他洗澡 洗澡完的隔天 他就給我這樣 對 那還有就是在 例如在巴翁隧道裡面 那種 也會放著他自己跑 然後他跟牛隊看這種畫面 對 然後例如說 我們是在那個 在那個 就是在 和平那邊 然後 他會有 就是請朋友幫我們照相 這樣子 然後照完的一瞬間 那個浪就拿上來 對 那最感動的事情呢 就是在 土城 不是台北的土城 是在台南的土城 台南的土城國校裡面 就是有那種推車 就是坐輪椅的 坐輪椅的那個小弟弟 然後我不曉得他幾年級 就是坐輪椅的小弟弟 他很想要去摸妹妹 可是妹妹就是不給他摸 那最後我去問他媽媽 他媽媽的意思是說 這個小孩 他從小的思想就是希望能夠演一隻哥 可是因為他的行動 讓你不方便 所以沒有辦法飼養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讓我還蠻深刻的 那再來就是說 路上的人 可能會給一些幫助啊 像在這一條路 我在台南的這一條路 要往土城國校這一條路 我光這一條路 就收了四掛還是五罐水 不同人手 然後最詭異的事情就是 像大家知道 嘉義很像鬼屋吧 嘉義很像鬼屋的那口井 然後下面這張是在封港國小 是我被 這一段故事其實很有意思啊 只是說證明了不是 不是 不是鬼 不是模型啊 是小孩子 然後來衝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先挑過 那最下人的體驗呢 就是說 例如我們在中山大橋的時候 那他的人行道 他的人行道 跟橋墩 他可能不到15公分 我那時候正在思考 我就是在路口那邊思考說 我到底要走還是不走 然後最後被警察帶回去 帶回去喝茶 所以我帶回去喝茶 他以為是我要跳 對啊 因為我不走的原因是因為 沙子車其實在從後面走過去 他基本上已經沒有車道可以過了 已經沒有空間可以過了 就像類似這個樣子 不過他還在更窄 那這一張是我在金輪要往那個 就是要往那個太馬里隔壁 這一張就是太馬里隔壁啦 這一張就是 下去之後就是太馬里 那在金輪那邊的時候 我們跟遊覽車無小而過 那對於外來的期待呢 因為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不能說是第一個 我不能說自己是第一個環島 但是我可以說我是第一個帶狗 推車然後緩緩的 倦台的 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希望說未來的 我們的故事可以出版成書籍 或者是拍成電影 甚至出周邊商品 然後讓我們的這個故事 可以流傳下去 可以去激勵更多的人 這樣子 那結論呢就是 大家在座的各位 每個都有所謂的創業夢 那你創業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很多人會去批判啊 會有很多的挫折啊 可是如果你可以堅持你 自己的夢想的話 那他就在你身邊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